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美国 美国其实他们的政策是非常之厉害的 他们可以做到 可以整个国家 整个很大型的银行收割了 最近矶谷银行出了事 矶谷银行出了事之后 整个瑞讯都被他拖垮了 其实瑞讯的问题不是今时今日 其实从2007年开始 他那个价格最高峰到现在 整整跌了98% 99% 作为一间管理财富 由2007年到现在跌了98% 你放钱在那里 其实你不会有信心 但是他是一间全世界知名的大行 因为瑞士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放钱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你需要透露你的资金来源 以前说有瑞士银行开个户口 没有人知道你 但是今时今日 因为上年尝试过 瑞士银行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令到整个国家的信誉 世界的人就做了一个问号 有部分人担心的时候 就会把钱提出来 然后再搞这件税信的事情 我想大部分全世界的人 要再相信瑞士银行是安全的 是需要时间建立 那些钱就四度去留走 留走全世界的资金池最大的 就是在美国 留去美金或者相关的地方 他一定是受惠 香港也是受惠 因为香港是跟美金挂勾 那些钱也是有机会拍下来 拍下来之后做什么呢 是未知的 但是香港在金融有部分是受惠 但是如果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出事情 现在的事情是包括牵涉到德国 德国在过去十几年 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能源红利 上年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令到能源价格上升 令到他没有办法享受到能源红利 也令到他的工厂搬去其他地方 德国在这一转的危机 也被美国收割了 即是说美国不需要其他什么特别呢 只要其他国家乱的时候 那些钱就自然流去一个全世界金融体系 最可以 那个叫卫纳 收得到的地方 就是得美金 你说英镑啊 日本纸啊 都会受惠 但是 讲真 全世界最安全的都是美金 因为它的军事是最强大 很多人会不同意我说 又说会去其他其他地方 但是你想清楚 全世界到今时今日到目前为止 美金都是全世界全球流通的货币 也都是大家觉得它是最安全的地方 今天想讲的美国收割全世界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